在古代有一个8岁的小孩家很穷 夏天他们蚊子有多 我们根据这两个可以造劲的 什么结果呢买不起蚊帐 那当时一些技术方法可能还少一点 也可能穷到什么都买不起 怎么办呢 他爸爸睡觉的时候 他把衣服脱光光 凉拌 就让蚊子咬他 干嘛 让父亲希望能少被咬一点 咬他的时候他连蚊子 都不撵都不打 因为孩子那种想法 其实也许他想的并没有错 蚊子吃饱了就不咬父亲了 一年走了他还会来 所以说一个小孩子 直肖到这个程度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那如果这么小的懂事 那如果这么小的懂事 好好培养长大一定很了不起 是吧 至少对家里是一个工程 那 我们就说说这个蚊子 很奇怪 冬天天一冷 蚊子 自己就没有了 秋天有的时候都没有了 那一到夏天 尤其怎么自己就出来了 也就很奇怪 生生不惜眼 深风吹又深 蚊子是一个比较低等的动物 会动 会动 就叫做动 那当然有些植物是一些特殊的 也会动啊 动动不多远 就原地动 有他们的现在的这种判定标准 就很多东西就是 一到什么什么 它自然就循环就出来了 我们在鸡脚干啥也看不到 那现在就稍微有点麻烦 这个屋里冬天也是那么热 在西角巴拉 那个蚊子更多 有的甚至到了秋末 还要被咬 再说 现在科学又认定说是什么 这个血型 什么O型的容易咬 那个A型的容易 什么什么 其实 这些也是 大胆预测 所以说 求证 还是不足 这个小的问题 依然 解决不了 那在古代呢 有一个反的例子 什么人不被咬呢 就是你练 修到一定程度 你看那个龙虎山 有一个无文村 就是说你到这种一定的境界 这些东西 所谓对人来说是害虫 它是不沾你的 可见你那种能量 是吧 这些东西 我们 要不要打呢 比如说杀生呢 出门 不能踩蚂蚁啊 你什么都不要干了 有这种富人之人 有这种富人之人 当然你 恰巧碰到了 你可以躲 你不要老看着地上 除了蚂蚁 就是钱 是吧 没了 这些是低等的生命 说人 能做更多的事 能辅天地而化欲 你做更有意义的吧 你跟狗对比啊 有些人说他也是生命 那你为了他 你不要你了 除了高低之外 我们同类